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 然后来到这个session 然后来听我分享一下 KBiAS Ingress NGX项目的下一步的计划 然后以及我们的一些进展 好的 那么我就直接在内容开始之前 我先还是例行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然后因为有好多新面孔 新的朋友 我现在是KBiAS Ingress NGX项目的maintainer 然后同时也是CNCF的ambassador 是微软的mvp 下面的话是我的github和wechat channel的名字 然后这边是我个人的微信的二维码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扫个码 然后我们可以微信交流一下 OK 然后那么今天我先在正式的内容之前 然后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 其实会包括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KBiAS Ingress NGX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以及它的一个定位 然后其次会为大家来聊一下 我们在KBiAS Ingress NGX项目 这个项目其实在KBiAS生态当中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项目 然后也是目前为止 在KBiAS整个生态当中 安装量最为广泛的项目之一 对 然后所以它非常关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OK 然后对于现在的KBiAS的NGX Ingress NGX项目来讲的话 它其实目前包含的内容比较多 然后其实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它的控制面 就是我们是拿Golang去开发的 一个controller Ingress controller 然后拿Golang开发 然后我们的镜像 我们底下是基于Alpha Linux的 然后其次就是在我们的数据面 我们是用的NGX 但是我们在NGX之上 使用Lua去进行了一些扩展 对 然后就包括我们可以去 用一些高级的特性 然后这些都是拿Lua去开发的 其次就是我们现在的话 在里头有一个CubeControl的Plugin 然后我们还有两个监控的Framework 和支持一些第三方的Plugin 还有我们每次的构建时间是四个小时 OK 然后以及我们有七个静态的ConfigMap 十二个支持的contained image 然后还有30个NGXmodel 然后还有我们有43个Eline 我们有68个command line的option 然后还有100多个E2E的test 还有118个annotations 还有186个configuration的options 对 OK 然后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列了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其实对于一个项目来讲 其实相对来说 它是算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项目 对吧 但是很多人都在想 很多人在用KBS的时候都在想说 ingress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 对吧 因为它只是做一个流量的入口 为什么你可以做得这么复杂 是不是你们不太心 但事实上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刚才我其实提到了 就是KBS的ingress NGX项目 这个项目它其实主要的是处理 KBS当中的这些所有的流量的入口 对 然后呢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KBS当中 如果想要将我们KBS当中的一些应用 暴露到KBS集群之外 那么我们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KBS当中原生的这个ingress资源 但是ingress资源 它相对来说表达力比较有限 它只在ingress资源当中 我们的这个spec里头只支持 比如说host 比如说pass 然后还有比如说tls 只有这些没有了 但是对于我们实际的这个场景里头 我们会发现 我并不仅仅是说 我需要指定这个客户端 请求哪个域名 请求哪个地址 就足够了 通常情况下 我们需要一些更复杂的特性 就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做一些 像限流限速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基于IP的这种黑白名单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想要去 给它加一些认证授权相关的一些能力 对吧 然后就比如说最基本的 就比如说像这种basic os 然后比如说key os 或者说我们要跟其他的一些系统 去做集成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一些oos 对吧 等等等等 然后你就会发现 单纯的依赖于这个ingress资源的定义 我们是做不到这些事情的 对吧 因为它里头并没有声明相关的这些东西 然后所以我们实际的做法呢 就是在ingress这个资源之上 因为它的那个metadata里头 有一个annotation 对吧 annotation它实际上并不在这个spec当中 然后所有的这些controller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组件 它并不会去真正的去 根据你这个annotation当中的 这些不同的配置来对 比如说对拒绝这个资源 apply到集群里头 不会做这些事情 对吧 然后呢 所以大家认为annotation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扩展点 所以大家看到了 我们有100多个annotation 对吧 然后这100多个annotation 再加上我们这186个配置项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68个这些command line的这些flag 对吧 然后他们是可以去进行动态的组合的 就是当然不包括排列啊 只是组合 然后所以你会发现它会有很多很多种可能 对 它可以完成很多很多复杂的一些场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译一下 Kubernetes Ingress NGX项目的这个 Github repo 我们的这个issue的列表 或者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select channel当中 可能会发现很多很多 大家会问说 我是不是可以用这个ingress NGX 去完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些场景 你会发现这些场景有可能 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 有可能都没有想到 但是它真的拿这个东西 拿ingress NGX 它确实实现了 就是因为它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了 再加上我们在里头还可以去支持 第三方的plugin 然后我们还可以让用户自己去 写一个代码片段 配置到NGX当中 你会发现 确实能做的事情很多 它满足了很多很多人 各种各样复杂的场景 然后所以 它非常的复杂 对 它就不再是像大家所看到的 一个ingress资源 简简单单的那么一个配置 对 变得这么复杂 对 然后呢 但是我们其实对于维护者来讲 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说 我们希望这个项目 它能够满足大多数的人的需求 同时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的维护成本 我们也不希望太高 就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build time 四个小时 就是我们每一次在发布 我们想要去做一个新的release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的维护者 我们现在一共有四个维护者 四个每天党 然后呢 我们是三个人都在美区 对 然后我在大陆 对 然后呢 所以通常情况下就是要不然是我这边开始出发构建 要不然是他们开始出发构建 出发完构建之后 我可能出发构建之后我就去睡觉了 或者说他们出发构建之后就睡觉了 然后等到我上线 或者如果我出发的话 我就等着他们上线 他们睡觉睡醒了 起来之后看一下构建成功了 然后那么继续走后面的这个release的这个流程 对 如果我们有任何一边 比如说当天有事情或者处理不掉 那么这个release的这个process 它可能就会持续两天三天这样的时间 对 然后所以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痛点 对 我们不希望这个事情继续持续下去 然后同时包括像我们在里头有12个支持的这个container image 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在里头其中去做了很多的一些 我们所依赖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sert gene的一个image 然后我们还有包括像这种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admission 还有我们的这个webhook等等等等 相关的一些image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我们发现 维护成本非常高 而且对于kjs ingress ngx项目来讲 就是我们实话实说的话 就是我们的用户量很大 但是我们的贡献者很少 维护者更少 对 然后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issue 然后这些issue 当然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去咨询 如何去使用 或者说如何满足用户的一些场景的 对 当然我们也有非常庞大的文档 以及大家看到我们有一百多个e to e test 实际上这些e to e test 就是我们所支持的 或者说我们所明确的一些场景 对 大家其实看e to e test 基本上就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这个需要 但是很多人还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需求 对 ok 然后呢 那么在这样庞大这么复杂的一个项目前面 我们会发现维护起来非常的复杂 成本非常的高 对 而且我们要如何保证 这些annotation 我做任何的一个修改 不影响到其他的 很难 此外就是 最近 最近就是上一周吧 上一周我刚刚 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conference 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大会 然后我在那个大会的就是演讲的那个之后的一个小时间 然后抽空修了一个cve 就是有一个漏洞 然后这个漏洞 评分8.8分 满分10分 然后 对 是一个高危漏洞 对 然后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其实收到了很多的这种 漏洞的一些上报吧 对 但是我们发现 它其中很多东西 它实际上并不是 并不能说是我们的这个项目自身的这个漏洞 因为我们在最一开始 我跟大家介绍了我们项目里头包含了就是我们有一个golang的这么一个controller 然后我们底下是一个alpha linux的一个base image 然后呢 同时我们在下层是ngx还有lua 所以我们的这个攻击点 你会发现有很多 golang可能会存在 存在一些漏洞 对吧 然后这个alpha linux也会有 ngx也会有 当然lua也会有 对吧 甚至说 刚才我提到说我们支持这个第三方的plugin 用第三方的plugin 如果你没有做审计 对吧 然后也有可能有 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漏洞 以及我们还可以支持用户自己写一些lua的代码片段去进行配置 对吧 都是漏洞 都是漏洞 对吧 发现 好惨啊 都是漏洞 好难 对 然后所以 说实话 我修的漏洞比我写的 比我增加的特性要多一些 对 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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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大家 谅解我们 非常感谢 OK 然后呢 那么 基于所有以上我提到的这些之后 那么我们想到一些解决办法 其中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 我刚才提到了说 ingress资源 它的表达力有限 对吧 它只能够支持几个固定的配置 那所以我们现在在社区当中 从2019年开始 我们就在演进下一代的ingress 对 就是这个东西就叫做getaway API 对 getaway API我们可以认为是下一代的ingress 然后包括现在 无论说kbs ingress ngx项目 以及其他的所有的 类似 只要处理流量的相关的这些项目 大家纷纷都在拥抱getaway API 然后包括像istio 然后包括像其他的一些ingress 就比如说我现在在cone工作 对吧 然后cone也有ingress controller 而我们也把getaway API的支持都给做上去了 对类似这些 几乎大家认为就是getaway API就是下一个标准 以及其实我们从时间线上来看 2019年到现在已经五年的时间对吧 然后getaway API它现在还在kbs的一个sig组下面 它并不是kbs当中一个默认的资源 所以你会发现 五年时间没有成为一个默认的 那么kbs的我们去看一下 它是不是还会有 再有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 去孵化下一个标准呢 我觉得是不会了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可以认为 getaway API就是下就是kbs在网络当中的最后的一个标准了 对 你只可能在getaway API之上去再加一些东西 但是getaway API不会被推翻 不会像ingress这样子被推翻 对 然后getaway API我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 getaway API的话它是一种基于角色的这种配置 对 然后可以让我们将集群当中的这些配置去按照我们不同的角色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些infra 对吧 infra的这些或者说集群的这些提供者 大家可以去在集群当中去配置 比如说创建一些getaway class 然后在上层去创建比如说getaway的资源 但是getaway资源的话它是继承于getaway class 所以在getaway class当中 它就做了一些最基础的配置 就比如说哪个controller就可以去处理它 或者说它可以去监听到什么样的 它可以去监听到一些什么样的资源 然后以及在这个getaway当中 我们去配置getaway的一些行为 在getaway这一层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配置一些router 对 然后这些router当中呢 就是比如说像httb router 然后tcp router 然后等等等等 你会发现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了 以及我们在这些router当中 不仅仅可以去配置的一些host啊 这些path啊 tls啊 除去这些以外 我们还有很多 在我们的这个spec的层面上面 就已经设定好的一些扩展点 对 就比如说像这种http rewrite之类的 类似这种重写啊 对吧 然后还有像比如说这种head mirror啊 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它已经写在它的这个规范里头了 所以任何一个controller 或者去实现它的时候 你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去实现 而不会说像我们原先用这个annotation这种方式 因为annotation的这个方式的话 它是虽然大家都在用annotation 但是你每一个annotation 就是不同的ingress controller 这个实现的时候 它的这个annotation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对 也就是说 你想要从一个ingress controller 迁移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种ingress controller的实现的时候 它是非常复杂的 你是没办法直接平滑去迁移的 但是你用getway api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是写在标准规范里头的 所以大家实现的时候 只有可能说 它没有支持这种功能 但不会说 它已经支持了这个功能 和你其他的另外一个controller实现当中 用的是不同的行为 不会有这种 而且getway api 它本身带了一个conformance test 就是所有的 你只要去支持了getway api的 然后你都必须跑过相同的conformance test 就是你的行为必须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才能认为 它是支持了getway api 对 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 去从一种ingress controller实现 去另外一种controller实现 上面去做迁移 对 它就会非常非常方便 对 然后呢 所以 我们认为getway api是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希望说 在ingress ngx当中 我们也计划 把这个getway api的实现 给它加进去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废弃掉 对ingress资源的这个支持 或者说我们让它变得更加的简单 对 我们就不再需要像 刚才我列的那么一大堆数字 的那些东西了 对 OK 这是一个getway api方面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就是我们的 我们想 就是目前 对于ingress ngx来讲 在大家去部署 当然我在问这个问题 我在介绍这个内容之前 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有使用过ingress ngx项目的 可以方便举个手吗 让我看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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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当大家去部署完这个ingress ngx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会起起起来一个pod 对吧 这个pod里头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controller 再加我们的这个ngx 它都运行在相同的一个pod里头 对 所以呢 我们认为说 它可以 我们可以粗略的认为 它是一个单体项目吧 对 可以认为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但是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 你想要去扩展这个集群 或者说你的流量变得非常大的时候 流量变得非常大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 我们会去增加副本 对吧 我们会创建副本 但是创建完副本之后 实际上你会发现 比如说 我处理流量的 实际上是ngx去处理的流量 并不是我的controller 去处理的流量 但是你扩展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 我跑了很多个controller 加很多个ngx 对吧 但目的 我实际上只是需要 有东西帮我处理流量呀 是吧 我只需要 实际上只要有ngx存在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有 这么多的controller 因为controller一旦运行 它就需要耗费资源 对吧 那么 所以 我们就想要把它给拆开 对吧 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 我认为说 我的这个controller 在我的这个集群里头 它处理的这个速度不够了 或者说 我有大量的配置 需要它去处理了 那么我可以去 给它增加多个副本 比如说 我流量很多的时候 我就可以让ngx 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面 它的这个副本数变多 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资源 其实就可以节约了 对吧 就不需要 OK 他们是 这个运行在哪个地方 其实是无所谓的 对 但你只要运行在这个集群里头 就可以了 对 然后至于说 我们把它拆开 当然我们的想法是说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数据面 数据面 你无论是 你想要把它运行在 比如说每个节点上面 你都想要运行一个 也可以 或者说你想要指定的 几个节点上面运行 也可以 这都是你自己的 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们从架构的 这一个层面来讲的话 对吧 我们把它拆开来之后 它是有优势的 对吧 我们的资源是可以 减少 就是避免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 我们的这些controller 就是它实际上 它耗费的那个资源 是没有价值的 对吧 没有意义的 对吧 OK 然后呢 此外还有一些点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刚才一开始 我提到了说 我们有很多的 我们经常会被攻击 对吧 因为它是要去处理流量 它要去处理流量 它可能就会被暴露在公网当中 那么就会有攻击者 去尝试攻击它 OK 那么如果说 我在我现有的这个架构当中 我的控制面和数据面 放在同一个POD里头 假如这个攻击者 攻破了我的这个POD之后 那么在KPS当中 我们知道 就是在每一个POD里头 我们会有一个 service account的token 对吧 我们用这个token 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 当然 对于ingress ngs来讲 我们所需要的这个权限 就比如说 我们需要 可以去读取 集群里头的secret 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取secret 因为在KPS里头 TLS证书 它就是一个secret的资源 对吧 然后呢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权限 那么当攻击者 他攻破了我的这个数据面 那意味着说 他拿到了我的这个控制 就是我的这个controller的这个token 那么他就可以去访问到 那些集群里的secret 那这些secret里头 除了证书以外 其实可能还会包含一些敏感信息 对吧 那么 那么非常的不安全 那假如说我们把它拆开 你攻击者 你只攻击 攻击的话 他只可能攻击到你的这些数据面上面 我的这个控制面 是可以不暴露在外面的 对吧 那么他就可以把它保护起来了 对吧 我的secret就不会再去暴露出去 那么所以从安全性上面 这也是一个优化的点 对吧 OK 其次呢 就是我们的一些依赖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NGX上面 我们刚才提到了 NGX上面 我们现在有很多个model 对吧 支持了很多的不同的model 然后支持了一些plugin 然后还有一些依赖 对吧 等等等等 而且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说 Alpha Linux实际上 它是NGX运行 它所需要的一个基础的base image 那像我的这个controller controller的话 我完全可以用一个distrily的这种image 对吧 我就可以 或者我直接是用一个空的image 是吧 scratch的那么一个image 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有任何的依赖 对吧 我的这个控制面上面 就可以非常的简单 所以 如果我们把它拆开 那我控制面上面的这些依赖 或者说控制面 所运行环境当中的这个容器里头 我都可以把这些依赖 都给抛弃掉 对吧 我只需要去处理数据面上面的一些依赖 就可以了 对吧 就会非常方便 而且在 当然我们相信 当我们把这些东西拆开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构建时间 就不会有四个小时了 我们就可以 这个时间就可以缩短了 而且他们可以并行的去进行构建 对吧 而且很多情况下 我们去开发一些功能的时候 我们的数据面上面 是不用做调整的 我们更多的是 可能在这个控制面上面去做调整 你想你去构建一个 controller的一个镜像 一个go long的一个镜像 它能耗费多长时间呢 它会有四个小时 什么不会 对吧 三个小时 应该也不会 对吧 所以我们就认为 这样子的话 它会相对来说 让我们的这些维护成本 可以大大的降低 对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把这个控制面和数据面 把它拆分开 再有额外的一点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 我们想要去实现这个Gateway API Gateway API当中其中的一个点就是 我可以去创建这个Gateway class Gateway class可以去指定哪个controller去处理它 然后可以去创建Gateway 这些Gateway 每个Gateway它都可以是动态创建出来的 那么所以你要有一个动态创建出来的Gateway 那就说明你的这个DP面 就是你的这个数据面是可以动态创建的 如果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架构 我的控制面和数据面放在一起了 它是无法去动态创建出来一个Gateway出来的 对吧 但是我如果拆分开 拆分开了之后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完全动态的去创建出来 对应的这些Gateway 对吧 然后那么就会非常的方便 好的 OK 那么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聊到了说 一个Gateway API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这个CPDP的这个迁移 对吧 这个拆分 接下来另外的点就是说 我们希望说 我们在现在 ingress ngx上面 我们现在的结构是 大家去创建一个ingress资源 ingress资源当中 它可能包含一些annotation 然后我们的这个controller 去握持到集群当中的这些资源的配置 的这些变更拿到这些配置之后 我们会把它渲染成一个ngx可以读取的配置 然后因为我们在这个ngx 我们用ngx加lua 其实我们现在用的发行版是openracity 对 然后我们在上面去实现了一个动态配置的一个接口 然后我们会把这些配置发给openracity 然后openracity再去读取这些配置 并且把它渲染成一个openracity 可以使用的这个配置 还会甚至还会落盘 对 然后你会发现整个流程非常非常长 此外就是在目前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最近修了一个cve 这个cve是cve2024-7676 对 大家有信息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cve当中的核心的点就是 攻击者通过annotation去进行了攻击 对 OK 那么我们希望说我们把这些一些看起来可以方便用户配置的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把它给约束一下 不让它那么的灵活 那么同样的也就可以去减少它的一些攻击点 所以我们想要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叫做crossply crossply的话它并不是大家如果在上面的展台上面大家看到有一个项目就叫做crossply 虽然名字一样但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说的是ngx如果有f5的同学可以我们一会儿可以交流一下 对 就是在这个ngx上面有一个项目叫做crossply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话可以允许大家用go long的代码去生成ngx可以直接使用的配置 对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说把我们原先的这套模板我们把它直接替换掉 替换到ngx的这个crossply上面 并且因为ngx的这个crossply的这个项目它是由f5或者说由ngx来维护的 对 然后当然我们现在目前的做法是我们把它fork了一遍 然后因为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些东西做的还不够完善 对 然后我们也会推动上游去改 如果上游改了 那我们就用上游 如果上游没改的话 我们就会用我们fork的这个版本 对 然后来做 对 OK 然后我们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openst给它替换掉了 对 我们就把openst给替换掉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上游的ngx 对 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说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它的整个的过程会变得简化 再有一方面就是因为目前openst它的这个发布的流程比较 或者说发布的周期比较慢 所以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像之前ngx之前有个漏洞 我忘记大概是1.25版本的漏洞 或者说1.22的版本的漏洞 我忘记具体是那个版本了 对 有一个漏洞 然后呢 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最少一次两次 问什么时候k8s的ingress ngx项目可以将我们所使用的ngx版本升级到最新版 那我们其实很难啊 因为我们底下用的是operacity 然后operacity operacity它的下层是用的是ngx 那我们要去想要去升级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等待operacity先完成对ngx的适配 因为它其中去有很多个额外的这些model嘛 对吧 然后它先需要去做完适配之后 我们才能去做升级 对 那没办法 我们只能去 我们只能先去等啊 对吧 这个流程就变得很长了 但是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把operacity替换掉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比如说ngx有漏洞 ngx直接发了版本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升级 对吧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这个数据面升到最新的ngx 我不需要去等待operacity的那个升级 对吧 而且像operacity 它里头不是有很多的这种Lua的依赖吗 Lua的这些版本 然后这些 其中有很多的这种模块也会也出现了这种年久失修的这些问题 然后还有这种发布的周期比较慢的这种问题 对 然后我们也想同时把这些问题一并的都给处理掉 对 OK 还有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在ngx当中有很多人问说 怎么样在ingress ngx上面我们可以去代理tcp和udp 对 我们也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我们也做了这个支持 然后呢大家用起来呢也不太爽 对 主要原因是因为ingress它的表现力比较有限 它也没有 它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它就是为七层代理去设计的 所以你要强行让一个七层代理的东西 然后去承载一些四层代理的事情 它其实是比较别扭的 对 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打算将ingress ngx项目当中 对四层流量支持的这些特性 我们打算把它给drop掉 对 但是四层流量我们还会处理的 用getway api 因为getway api它原生就有trs router 然后tcp router udp router对吧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就可以原生的去进行支持了 那我想请教一下 那getway api它支持 可是在你们的这个inpress不支持的情况下 那你们这个gole是从哪里的 支持怎么去支持 就是这里就是说 当我们支持了getway api之后 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都会加进去 对 是这样子的 对 这是我们引进的一个方向了 对 OK 然后呢 这两个事情其实是会同步去做的 对 然后他中间可能会可能会重叠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gap 但我这个我不太确定 我们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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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timeline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吧 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些gap 就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四层的支持先给去掉了 但是我们getway api还没有支持上 那么大家可能只能用先暂时用一下旧版本 对 有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地方我无法给出承诺 对 因为有很多的变数嘛 对 OK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想要说 因为我们打算做很大的这个变动嘛 就包括像我刚才提到的getway api的支持 我们拆分cp dp 然后我们去把open rest 给它替换掉 然后以及我们移除这个四层的支持 这些 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破坏性变更 当然我们也知道 所以我们打算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vr版本 对 这个vr版本实际上是我们的第三个版本 第三个大版本 因为我们从我们项目发布的时候 我们是从v0.x版本开始的 所以我们从v0.x 我们一直发布到0.49吧 大概 不是0.49就0.45了 反正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从 并不是从0.9之后就发了1.0 对 我们不是那样子 我们是0.一直一直一直到4.50 对 然后发布完之后 然后我们后来发了一个v1的版本 v1的版本当中呢 我们去加了一些很多很多的一些新特色 因为我们从0.几的版本到1.0的这个版本的时候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新的特性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release的blog 对 OK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打算发布一个v2.x 对 所以从0.x 1.x 2.x 2.x的时候 它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大版本了 对吧 所以我们打算做这个事情 然后在这个事情当中呢 就会把那些东西 就上面所提到的这些东西都会包进去 然后所以 第三个版本 叫v2.x 实际上并不是第二个版本 OK 好的 聊完这些东西呢 我们 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 Ingress NGX项目当中的getway API加进去了 对吧 那么这个项目如果还叫做ingress NGX 是不是有点 有点别扭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大家来扫个码 填一下 填个问卷 就是 我们想要把这个项目 参考一下 就是 是不是要改一个名字 对吧 叫ingress NGX 可能有点别扭 叫 Gateway API NGX ingress Gateway API NGX 或者 随便什么名字 大家可以群测群力 大家可以 扫码填一下问卷 然后这样子我们可以 参考一下大家的 意见和建议 这样子我们可以有一个 大家认为 他也 比较通俗易懂 然后也比较符合大家的直觉 然后再有就是说 我们也担心 我们如果改一个名字之后 大家就会 忘记我们这个项目 对 因为大家去 所以讲了很关键 因为 我有 一个项目 是用ingress ingress NGX 那主要 为什么会用它 是因为 用这个ingress 我相信我们在 现在就 往前走的话 我们就会 遇到一些 小小的麻烦 也就是说 也讲了 这个ingress 我们要 从一个ingress 换到另外一个ingress 里面就需要很麻烦 那就是说 现在我们肯定是会考虑 Gateway 对 Gateway API 考虑 Gateway的话 那也就是说 我不能限制我的用处 它 喜欢用 没有会有个好处 其实下面的 underline 那个ingress 可以换任何东西 上面的配置不用换 所以 如果你改了名字的话 那如果 对于这个ingress 没有了的话 那我们就不过去 就不想用 对 对 对 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扫码来 说出自己的想法 对 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 对 然后这样子 我们也就知道 我们到底怎么样 会更合适 对吧 OK 好的 然后 那我们就进入到 下一个部分 就是 当然另外一个点 就是我刚才提到了 我们这个项目 目前在kbs 整个社区当中 ingress 基本上 大家 作为一个初学者 安装 部署kbs 机群之后 必然的 就部署应用在里头 对吧 deployment 部署完之后 肯定就会 说怎么样 暴露到机群外头 肯定会使用到 我们的这个 ingress andrex 项目的 对吧 然后这是一个 非常自然的过程 所以 ingress andrex 它的安装量 它的用户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刚才我也提到了 我们的维护者 只有四个人 对 然后 贡献者 也有 但是没有 长期 就是 长期贡献者 相对来说 比较少 所以 如果大家 如果有时间 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来 加入我们项目当中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 把这个项目 做得 更好 对吧 然后呢 当然我们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不仅仅是去 写 golland的代码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 写一些 ngx 然后 或者写一些gis 或者我们的ci e2e 对吧 像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这些 我们有一百多个 这个e2e test 对吧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 镜像的构建 我们ci的稳定性 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ci 从四个小时 如果能缩短到一个小时 那我已经比较满意了 对 OK 然后 等等等等吧 然后有很多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社区当中 也会有很多的这种issue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帮忙回复一下 对 这样子我们也会减少 很多的这个压力 对 我们就可以去专心的修CVE了 OK 然后好的 OK 然后呢 那么我们其他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呢 在kbs的这个 kbs的这个slack上面 对 然后呢 我们有两个channel 一个channel是 ingress ngx的user 对吧 然后这里头主要就是大家 日常使用当中的一些问题啊 对吧 然后或者说 大家所提到的一些想法 另外一个就是 ingress ngx dev 对 就是我们的一些开发者 或者说我们的一些贡献者 所在的这个里头 我们更加的会focus在 就是项目的一些功能点啊 或者一些CVE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啦 对 然后大家可以加入一下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们的 我们每两周 我们每两周的话 会有一次这个社区会议 啊 对 然后大家有幸福的话 可以加入进来 然后 嗯 对 但是 目前的话 它是 对于我们的时区来讲的话 目前是晚上的11点 对 目前是晚上11点 但是如果大家加入的人多的话 我可以 我可以再搞一个 亚太区有好的时间了 然后这样子 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个白天 或者选择在一个 对大家相对来说 比较友好的时间 对对 为什么没有搞这个时间呢 就是因为 呃 现在嘛 我们四个人 然后所以 呃 我觉得还好了 对 OK OK 然后 嗯 OK 呃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稍后我们可以再交流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